我是全网黑的女星 狗仔跟踪我三天 发现我三天内里有了五个城市 逛了十个寺庙 吃了二十家店 网友评论 长相明明是在夜店蹦迪的人 却在逛寺庙 一个喜欢吃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这就是我的善恶观 吃门 宝子们 视频点赞的 出门就捡钱 评论的近期中彩票 一见三连的暴富暴美 点赞关注不迷路 每天更新不一样的完结文哦 正文开始 我是全网最讨厌的女星 林四 颁奖典礼蹭影帝 演唱会碰子顶流 连人家婚礼都要抢风头 林四那眼神就差年在我们测歌身上了 林四疯了吧 连周策都敢蹭 不知道人家是周氏集团二公子吗 什么人都蹭 只会害了你 一个连闺蜜婚礼都要抢风头的人能好到哪里去 桂球绿茶林四退圈 看着戾气击中的评论区和几个熟悉的营销号 又是狗公司干的 说实话 我在娱乐圈能有现在风品 10%的原因是我那表里表气的长相确实惹人厌 剩下的90% 就是我那好公司非要走的黑红路线 颁奖典礼影帝拿着奖杯流泪 公司配了一张我大笑的图 还配文 有一天我也会拿到的 加油 我自己见到了都觉得欠打 何况网友 顶流周策开演唱会 我在20里之外的便利店干饭 公司买热搜说我去看男友演唱会 暗含周策是我男朋友 周策粉丝直接让我知道 话为什么那么红 林小婚礼上那些伴郎闹伴娘 借机伸手开油 扒了人家女孩子衣服 我一时没忍住 送他们进了医院 结果公司发公告道歉 说我不该抢新娘风头 一桩桩 一件件 三年来 我的名气堪比飞于罐头 公司治理让我走黑红路线 成功打造了一个 又蠢又坏还爱蹭的坐惊人设 不生气 哼 我根本就不生气 我拿出电子木鱼 咚咚咚的敲了起来 边敲着 边把手边的芋泥蛋糕 提拉米苏 椰香牛乳面包 冰淇淋麻糍塞进嘴里 电子木鱼 被经纪人急促的电话铃打断了 快点准备 晚上有个饭局 有个老板指名要和你谈合作 不去 我脱长尾音 语气中满事不屑 经纪人似乎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嚣张 愣了一下 进而怒道 零四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是觉得自己现在有了点名气 就可以和我叫板了是吗 我吃笑一声 是又怎样 我是签给了公司 不是卖给了公司 都是合作关系 你凭什么对我指高气扬 虽然我现在的名声烂 但我的演技至少还不错 签约新的公司应该不是大问题 经纪人声音顿时拔高 零四 你疯了 你合同还没到期呢 吵死了 我嫌弃的手机拿开耳边 见我不说话 他嘲笑道 不去 你为约金赔得起吗 啊 这可怎么办呀 我语气苦恼 电话那头的人 仿佛拿捏住了我的痛点 他正要开口 我坐坐地道 哎呀 我刚刚看了一下银行存款 刚好够哎 哎呦喂 这下子压榨的摇钱树没有了 怎么办哦 嘲讽完毕 我迅速挂了电话 联系律师解约 一想到马上要和狗公司解约后 我感觉自己一身轻 心情不错 奖励自己三天的极限旅游吧 三天里 我玩了五个城市 脚都踩成了风火轮 为的就是赶上A式的早茶 B式的甜品 C式的饮品 D式的火锅 E式的夜市 每天眼前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活得像那快乐小狗 我没想到 还有个人跟着我一起极限旅游 那鱼低狗仔小卓 胃摊板 本来想蹲林斯和周策恋情 结果这活三天跑了五个市 我天腿都要断了 就拍到了这个视频里 我在吃包子油条 吃虾角豆包 吃火锅烤肉 吃川菜月菜 吃面包蛋糕 你这是蹲爆料呢 还是给我拍Vlog呢 他不睡觉的吗 三天五个城市 真特种病旅游 三天居然吃了二十几家店 还不包括小吃 林斯肚子借我用用 谁懂美食摆在面前 但是吃不下了苦啊 一个喜欢吃的人再坏 也画不到哪里去 这就是我的善恶观 吃门 出道多年 这还是我第一次 看到这么友好的评论区 一激动我就打错了 热评第一我亲他吃饭 结果刚发热评第一 居然是顶流周策 周策 我准备好了 你家还是我家 我甩了甩头 定睛细看 看了半上也不敢相信 例子是亲 回过神来 我连发了十几个 桂华道歉的表情包 我颤抖着手 回复周策 林斯 我打错了 不是亲字 是请字啊 周老师明查 在卖骂零四层 结果他欠到的太快 成功把我的乳骂堵在嘴边 林斯 第一个因为道歉手速快 躲过网报的人 周策 没事 差别不大 等一下 你不会发现热评第一 是我后想反悔吧 怀疑 怀疑 林斯 怎么可能 我是这样的人吗 饼干还是泡面 随便你选 周策 周策 请我吃饭 和亲我吃饭 你选 看到亲自 几分钟前的丢脸场景重现 尴尬的我脚趾抓地 请他吃饭和被网报之间 两手提了满满两手的礼物 看着精美的大红礼盒 我顿时眼睛亮了 哎呀 礼物来就行了 人还来什么 我热情地接待周策 手中的礼物 周策傻眼了 眼睁睁地看着我接过礼物 把它晾在在门口 不过 打开之后 轮到我傻眼了 落起来的房产证 一大串车钥匙 银行卡 和田玉 金子 环 还有一枚硕大的鸽子弹 我默不作声 按住颤抖的手 面无表情地看着周策 我是答应了你的吃饭申请 不是结婚申请 什么 周策转头看我 面露疑惑 当他回头看见 礼盒里面东西的那一刻 我从他眼睛了 看到了惊恐二字 完了 我拿错了 我把我哥的结婚礼 和拿走了 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但下一秒 他颤抖恐惧的声音 在见到桌上的菜色后 消失殆尽 周策抿着嘴角 沉默片刻后道 这是什么 前菜还是点心 西兰花炒虾仁 手撕柠檬鸡胸肉 牛油果吐司 冰镇酸梅汁 嗯 速是速了点 但健康了 在周策无声的眼神病问下 我官方的回答 考虑到我们都是演员 要控制体重 我做的偏简直餐了点 哦 控制体重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意味不明 那昨天三天连有五事 吃包子油条 吃虾搅豆包 吃火锅烤肉 吃川菜月菜 吃面包蛋糕 这个人原来不是你呀 哈哈哈哈 原谅我笑得太大声 但周策拿错礼盒 简直太好笑了 周策的哥哥周景 不是前两天 才和江家千金订婚吗 周策不会把他 见丈母娘的礼盒拿走了吧 希望我们策哥 还能活着走出家门 救命 这两个人互对 怎么有种诡异的CP感 完蛋了 我们策哥 吃火人设要暴露了 好吧 我就是想在大众面前 塑造一个简直自律的 女明星模样 妄图改变我三天五事 干犯狂魔的形象 不过 貌似失败了 周策不做声 想地替我拉开椅子 喜欢吃又没什么错 吃完再运动不就行了吗 见我还在纠结 他一脸轻松 没事 等会我陪你一起去运动 见周策已经不仅不慢地挽起袖子 露出有形的手臂 青筋微微凸起 静于气息扑面而来 我鬼使神拆的开口 哪种运动 他似乎有点愣 都行 西兰花的清爽 和下人的鲜香 在嘴里汇合 简单的食材 回归最淳朴的烹饪方式 微微带有韧尽的鸡胸肉 在柠檬和辣椒的辅佐下 得到了升华 令人咸香开胃 牛油果酱 均匀涂抹在微焦的全麦吐司上 柔软与脆香 在唇齿碰撞 再来上一口冰镇好的酸梅汁 压下酷鼠后残留的微微热意 不一会儿 桌上的菜 就被我和周策三两下解决了 啊 看得我好馋啊 早知道埋桶泡面了 他们两个吃的也太香了吧 这是什么离奇的组合 大卫王吃货组 什么时候才有一个 能闻见味道的手机 那天直播播完后 网友都纷纷要来我家做客 我和周策 由于吃的太香 已经成了当代网友的电子榨菜了 关于我做饭的话题 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 知名导演周浪向我递来了橄榄汁 治愈美食类综艺挽着 导演的意思是在我家小院拍摄 和嘉宾一起准备食材 烹饪 一天的忙碌后 享受挽着的时光 在比对了一下银行卡余额和片酬后 我果断签了合约 综艺主持人徐又宁 你这是把娱乐圈的半地江山都请来了吗 我是土狗 我爱看 这这这 不愧是周浪导演 这请的嘉宾也太大咖了吧 这里好多人是综艺手秀吧 林四真的运气太好了 这么多大佬给他做配 周策上次直播露面了 徐又宁是老综艺人了 他们来我都不意外 可成青和苏简 这个平时神龙白尾不见手的人啊 导演介绍节目内容时 我的眼神一直往他们几个身上飘 又宁好可爱呀 和综艺节目上一模一样 成青老师好有气质 我好爱看他演的女特工 太洒了 苏简老师真人好瘦好帅好高冷 旁边的周策倾壳一声 眼神不爽 有什么好看的 我无视他的眼神 你懂什么 这都是平时见不到的人 看一眼少一眼 周策枪声道 那我也是你平时不常见到的人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也没见你多看我 他不满嘟囔道 我还想解释 导演声音顿时提高了 语气调侃 有些人是小学生吗 还带焦头接耳的 大家都往我和周策这边看来 剑女神也往这边看了过来 我顿觉尴尬 都怪周策 我埋怨的看了他一眼 语又怎么了 周策低声道 有些不解 导演拿着喇叭在那喊口号 他身后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喊 我们节目的宗旨是 工作等死了再干 我们节目的任务是 休息和干饭 工作人员目光炯炯 声音洪亮 仿佛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鼓掌 在控场大王许又宁的带领下 掌声如云 我们食物啊 就出去了一会 我看着被搬空了家 欲哭无泪 不过 为了让你们体验到最真实的碗卓 食物就麻烦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导演你年纪轻轻 一脸狡诈 简直枉费了这份温柔的皮囊啊 果然 不要妄想和资本家共情 大家都还饿着肚子 此时只能站在客厅里念念相取 徐又宁率先打破宁静 试探论道 要不咱们就当减肥了 缩碱点点头 没事 我可以不吃 反正我也饿惯了 澄清也附和 我晚上基本上不吃饭的 话音刚闭 咕咚大家忽然沉默 一下子宛如酒撞回常班的声音 响彻整个客厅 我和周测脸不禁一红 为了缓解尴尬 我出声道 其实 我在床底下还藏了泡面 就是不知道你们吃不吃 徐又宁面路为难 他是比较容易水肿的类型 体重管理比较严 要不我就不吃了吧 反正我也不饿 咕咚 苏简首先憋不住了 哈哈笑道 嗯 你不饿 徐又宁脸色爆红 本本是我给自己晚上留的鱼粮 没想到成了我们解人的应急口粮了 啊 怎么没有老坛酸菜味道 我觉得那里面的酸菜很够味 徐又宁遗憾道 那难道不是搅错位吗 苏简若有所思道 徐又宁瞪着他 做事不要打他 你这家伙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两人打闹尖 成亲起身帮忙撕开包装 我像变魔法式的 从口袋里拿出两只干虾 周测 你把虾头取下来 把虾肉撕成小块 周测眼睛都亮了 你哪来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 平时好吃惯了 给自己留的小灵嘴 说着 我又从口袋里拿出了葱蒜 周测看着我 面露震惊 这也是你的灵嘴 倒也没有这么重口味 没有 这是刚刚从后院拔的 蒜粥浪还有点良心 没把后院地理的东西都半孔 别太离谱 把葱蒜当零食 我测搁着脑回路 简直绝了 导演组也太狠了吧 什么食物也不给 任务也不给 这他们怎么吃饭啊 哈哈 先李条条条上节目吃泡面 正惊人谁吃泡面啊 嗯 刚刚泡好准备开吃的 我有杯内涵到 锅底倒入少许油 放入虾头 加入蒜末和辣椒面爆香 倒入开水 煮个三分钟左右 带虾的鲜味被激发出后 加入少许耗油去腥 最后放面饼 煮至软硬合适即可 周人准备开动时 我从冰柜了 拿出被冰镇玻璃杯 触感升凉 还冒着白气 生活还是要有意识感的吗 从全眼处 取得山泉水 烧开晾凉后 再加上冰块 冰块和玻璃杯相碰撞 在杯底激起层层气泡又消散 我这人有个奇怪的规矩 不管白天多忙碌 心情多糟 晚餐时 我都要给自己准备一杯饮品 用以犒劳辛苦一天的自己 或是夏日里 一杯冰镇过后的绿豆汤 或是冬日里 一杯热乎乎的奶茶 亦或是一杯普通的山泉水 痛快饮下 白天的忧愁就随他去吧 哇 怎么能这么好吃 思思 你也太厉害了吧 许佑宁嘴里还吃着泡面 含糊不清道 确实 本来我是不吃泡面的 没想到这么好吃 看来以后我要买点放家里了 成青优雅的擦擦嘴巴 点点头表示赞同 在众人瓷器笔伏的西面声中 有一个拿筷子挑着面 迟迟不送进口的人 显得格格不入 苏简 你怎么不吃 是不舒服吗 成青见苏简迟迟不动口 不禁出声询问 苏简脸色苍白 像是贫血 人比镜头前还要瘦许多 眉骨 颧骨 都显得比较突出 整个人像是受脱了像 他微微一笑 我不是很饿 吃不太下 许佑宁听到后一喜 我吃得下 给我吧 说吧 就准备把苏简的碗拿过来 苏简唇微微上扬 不动声色的把碗移开了点 我好像又能吃下了 说着 他还开始试探性的吃了起来 苏简 你耍我 我只是突然想吃了 又有什么错呢 苏简和许佑宁 真的不是小学生吗 饭还要抢着吃菜香 还有人不知道 放到现在也是相当炸裂的 我就说他俩怎么老吵架 只有我觉得 苏简吃饭很磨叽吗 听说苏简拍完厌食证 那部剧入戏太深 好像也得了厌食证 不知道真的假的 呜呜呜 是真的 苏简终于吃饭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饭了 第二天 天还没亮 导演组就把我们叫了起来 你们这个年纪 是怎么睡得着叫的呀 做饭食材都没有 你们不慌的吗 周浪一大早就来提醒我们去干活 我看了眼神后的几人 睡得头发凌乱 就说只要我一张嘴 饭就能自动飞进来 一二四四 有虫子飞进你嘴里了 哦 我咳得满脸通红 也没能将异物吐出来 一个不注意 感觉有什么东西滑下去了 哦 更恶心了 邻家丫头 你怎么吐成这样 几个月了 在小夕旁洗衣服的王奶奶 见我面色难看 赶忙放下手中的棒锤 小跑过来 她给我拍了拍背 美好气的白了苏简一眼 你也真是 老婆吐成这样 就站在旁边看 旁边的苏简连忙摆手 胯步跳到了另一边 搞错了 王奶奶转头瞅见周策 满意的点了点头 你这男娃还懂疼老婆 小的拿瓶水在旁边 周策轻声嗚了一声 我满头问号 你嗚什么呀 我正准备出声解释时 哎呀呀 有青蛙 澄清下的花容失色 一只小小的青蛙 呱的一声跳到了路中间 看起来有点呆萌可爱 青蛙多可爱啊 我刚护起袖子准备帮忙时 周浪赶忙放下手中的拍摄 过来把青蛙赶到田里去 一阵慌忙后 几人刚松了口气 啊 有癞蛤蟆 又凝又尖叫起来 癞蛤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来 我转头一看 哦 好丑的东西 一阵兵荒乱乱后 终于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水田 十月份 正值晚到收割的日子 此时的稻田鱼 吃饱了稻花 正是最肥最甜的时候 脱掉鞋子 避开成熟的稻碎 踩进湿润的水田 一气呵成 见我如此轻松 就抓了一条鱼 大家也有些愈日愈试 我抓住了 在又宁的惊呼声中 鲤鱼灵活一跃钻进了稻田 见出一片泥点子 哈哈 你是真的不行 探小爷 我给你露一手 苏简嚣张得不行 哈 苏简手中的鲤鱼 一个飞艇直冲 删了它一脸后 飞速逃回了水中 场面过于离谱 大家都没忍住笑了 徐又宁笑得最猖狂 哈哈哈哈 录得好 苏影帝直接给我们露一手 什么叫打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苏简好惨 眼都不敢演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怎么就那么喜欢看 徐又宁和苏简吵架呢 太阳渐渐上升 我们挑着鱼从村头当到村尾 篓子的鱼越来越少 手上的东西却越来越多 王奶奶给的辛米 刘奶奶给的糖蒜和土鸡蛋 赵爷种的蔬菜 隔壁孙奶奶给的腊肉 捉浪说我们不是乞讨去了 是打劫去了 走在田耿间 鼻尖引绕着谷物的清香 慢悠悠地走着 抓一把狗尾巴草 摇头晃脑 惬意又悠闲 微热的风拂过稻碎 在稻田里掀起一片金黄的浪花 我们错落的影子在阳光下拉场 稻花鱼抠进内脏 在灶上摆放整齐 用微弱的炭火熏烤 所以发酵好的糯米 简单的清蒸 足以激发稻花鱼本身的鲜味 中午我蒸了一锅馒头 在座已熏烤过的稻花鱼 别致又简单的一餐 要是可以不工作就好了 我都想永远待在这里了 一山傍水的 不用敢永远不会结束行程 卸妆后的成青脸色疲惫 神情不舍 我也想许又宁脱长为应感叹道 不对啊 亲姐 以你现在的成就 没必要那么拼啊 钱应该也不该束缚你的理由吧 成青苦笑一声 是钱就好了 就怕是人情 怎么都还不清 成青和他公司的事 在圈子里不算秘密 在双方都寂寂无名时 互相扶持 在成青出名后 公司害怕成青离开 开始死命压榨 能赚一点是一点 工作最长一次 好像是一周就睡了八个小时 硬生生把他送进了医院 成青念旧 一直没狠下心离开 明明是闲暇的午后 不知为何 总营绕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下午我们俩去田里 帮老人家割水道吧 我看他们重的也不多 动作快一点 问题应该不大 周策对着苏简讲 眼神却看着我 就像是家要外出的丈夫 在向妻子汇报 救命 我在想什么 我甩了甩头 试图丢掉那些离谱的想法 嗯 我点点头 我也去吧 多个人快一点 不行 下午的太阳很毒 你别去 周策正收拾东西 听到我的话后停下来 目光执着 我小时候在乡下和奶奶住过 我哥得很快的 很好讲话的周策 这件事上却格外固执 今天老奶奶说了 让我好好照顾你 不要让你干重活 我眼皮一跳 激动到 他 他那是以为我怀孕了 而且他把你当我老 讲到一半 我忽然意识到 还在拍节目 便静了声 周策嘴角微微上扬 耍无赖斑 我不管 反正呢 我这个人是比较孝顺的 老人家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拧不过他 我只好作罢 最后决定周策和苏简 去帮老人家收道子 我们几个女生 在老人家里帮忙打扫 洗晒被子 临走前 我嘱咐到 隔壁孙奶奶家的 不用帮忙 他儿子今天 从外地赶回来帮忙 孙奶奶有两个孙女 一个十岁 一个八岁 从下午一点起 就两个小孩 就坐在门口 眼巴巴的盼着 爸 妈 两个风尘仆仆的人 终于出现在了家门口 这一刻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本流手儿童泪目了 谁懂 说实话 如果没有能力养在身边 不如不要生 每年都和父母不断的分别 这对小孩 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那两个小孩 搬那个小板凳 坐在门口等的时候 瞬间泪目了 好像透过他们 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周策他们干完活 已经夜幕已经降临了 天黑乡下的陆男人 我准备去接他们回来 我到田里 见到周策的时候 他看起来 像只脏兮兮的小狗 在等主人认领 刚刚天还没黑的时候 我让苏简回去 帮你弄饭了 他解释道 夜幕下 我俩并排而行 耳边是不知名虫子的叫声 抬头是漫天的星光 月光下 周策的影子很高大 把我的影子照在里面 看起来安全感十足 奇怪 诡异的感觉又来了 我怎么有种 接外出劳作的丈夫 回家的感觉 明明这一路都是自建房 却只有几盏灯火 是没人在家吗 周策看着两边的房屋疑惑道 年轻人都去外省打工了 不少房子也没人住 还有一些老人家省便 晚上不舍得开灯 看着房子外面忙碌的 沟楼背影我鼻子不经意酸 怎么回事 我觉得林四和周策 看起来有点好客 两个人并排走在 乡间小路上 你婚感怎么那么强 我想我奶奶了 她在家也是 晚上老是不舍得开灯 黑漆漆的房子 就她一个人住 我想我外婆了 要不这周末我回去看看吧 这小老太太肯定要高兴坏了 我也想回去看看 可她已经永远离开了 呜呜 怎么看到综艺眼睛还尿尿了 孙奶奶儿子儿媳手脚麻里 田里的活计 第二天就干得差不多了 短暂的相聚后就要分别了 八岁的那个小女孩小点 拽着妈妈的衣服不让走 哭喊着 十岁那个却被迫早早懂了事 拉着妹妹不说 站在家门口目送父母离开 一句话也不说 眼里有淡淡泪花 偷偷转身抹去 眼睛一动也不动的盯着父母 好像看一眼少一眼 爸妈 今年过年 你们早点回来看我们 好好 回去吧 别送了 夫妻俩坐着摩托车 离开前还把钱扔在地上 孙奶奶捡起钱要追上去 被十岁那小女孩拦住了 他们走了 追不上了 孙奶奶拿着钱 用布满皱纹的手擦拭着眼睛 都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可都离别了这么多次了 相聚为何还是如此短暂呢 一时间 大的 小的 老的 少的 都在抹眼泪 连我们几个外人都忍不住难受 太可怜了 成青带着鼻音 我一个大男人都忍不住了 苏简眼眶微红吐槽道 徐又宁擦着泪 悄悄回了房 呜呜 好心疼那个大的小女孩 太懂事了 我最讨厌懂事这个词 如果可以的话 谁想做个懂事的小孩 懂事这个词 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枷锁 今天是拍摄婉拙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大家准备围坐在小院里 点着篝火 煮火锅吃 可我们没有火锅底料啊 会有的 我看着节目组 他们肯定有 可导演组会给我们吗 让成青姐去问周浪耀 周测埋头鼓弄火堆 我 成青面露疑惑 但还是照做了 不一会儿 成青就拿着火锅底料过来了 不是 这周八皮怎么还区别对待呀 我问他拿的时候 他可不是这样啊 苏简不满吐槽道 梅子酒加上冰块 清爽又解密 火光下 一丝淡淡醉意涌了上来 我决定了 我要解约 我要过这样的生活 成青眼神迷离 摇头晃脑 俨然一副喝醉了的模样 吃好吃的 喝好喝的 看看山川美景 感受不一样的人和事 他一边说一边点头 烟火气中 大家情绪高涨 人家灌了导演不少酒 还是白的 成功把周浪给灌醉了 连带着还把真心话说了出来 成青 我喜欢你 雅当是人喝得不省人事 留下我们几人面面相去 结果第二天 两个人也都不记得了 没事 互联网会替他们记得 啊啊啊 我就知道周浪导演喜欢成青 给我对脸拍 周浪好惨 暗恋成青多年 好不容易借着酒表白 结果第二天忘了自己 已经表白了 继续暗恋 只有我在感叹 轻轻终于想通了 没必要给狗公司弄拼 等一下 徐佑宁情绪不太对啊 怎么老是脱缝抹眼泪 是不是心理状况有点问题啊 我也感觉徐佑宁看起来怪怪的嘛 有点在强烟欢笑 嘴角在笑 眼睛却是悲伤的 宛酌一经播出后 收视率暴涨 大家都渴望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我的名声更是一下子洗白了 我和周测两个人 在节目里除了吃还是吃 一个只知道吃的人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还没来得及高兴 关于徐佑宁的爆料 忽然冲上热搜 警号徐佑宁不笑 警号警号徐佑宁拒绝赡养父亲 警号与之一起冲上热搜的 还有一个采访视频 徐佑宁父亲表示自己 从未收到女儿的赡养费 辛辛苦苦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却遭受这样对待 我扫了一眼 下面全是恶品 一时间 全网对徐佑宁的声讨 达到了顶峰 好像不是今天 不对 是今天 你们有谁知道徐佑宁家 现在快去 周浪在电话里 没头没脑的说 苏简赶到时 佑宁已经吞了安眠药 幸好抢救及时 我和周测赶到时 苏简正在陪他 他脸色惨白 苏简态度强硬的 替他做出回应 一个声称从未收到赡养费的人 却在赌场一夜 挥霍掉三千万 周测也帮忙处理 想不开 我和成青的解约涵 几乎是同一时间下来的 看着违约金为零 还连带一堆赔偿款时 甚至还澄清了我以前的黑料 我瞪着眼睛 久久不敢相信 周测杨的纯 他们仗势欺人 欺负你一个小演员 那我也仗势欺人 欺负他们一个小公司咯 成青和经纪人分到扬镳后 没有签约新的公司 不过有周浪上赶着送资源 想来签不签都一样 在岁月静好中 我们的晚卓二也悄然开播 翻外 我最近的日子可算是潇洒得很 偶尔见一下喜欢的角色拍个戏 是不是来场三年五成的极限旅行 放松一下 就是后面多个尾巴 周测来我家时 又提了那个红色礼盒 打他又是落起来的房产证 一大串车钥匙 银行卡 何田玉 金子 我面露无语 你又拿错了 这回是我的 不是我哥的 周测严肃道 我明明没分的跟着你跑了那么久 你今天怎么着 也得给我一个交代 周测神色委屈 紧张地盯着我 生怕我说出什么拒绝的话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上前一步 搂住他脖子 轻轻碰了一下他唇 名分重要还是这个重要啊 他眸色渐深 眼神中侵略意味十足 我两个都要 说罢他搂着我 加深了这个吻 唇齿碰撞 功成掠地 我有些呼吸不畅 忍不住将他推开 他手上的劲却越发加大 不公开 我就继续 说着他又凑了过来 公开 公开行了吧 我有些无奈 其实我俩在娱乐圈 和公开也没区别了 不过 看他这忙上忙下的架势 公开的可能是结婚消息了 番外许又凝片 他原来不是这样的 他没有染上赌博钱 是个很好的父亲 那时妈妈还在 他和妈妈一起在外省打工 每年回来都给我带好多东西 好吃吧 我见老板给他女儿买 我就跟他买了点 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吃的 又凝 在外面谁欺负你了 回来讲 爸爸帮你报仇 又凝 给你的零花钱 不要不舍得用 买的好吃的 爸爸在那里会赚回来的 又凝 别哭了 爸爸走了 好好读书 爸爸过年就回来了 等爸爸赚到钱 就不走了 就在家天天陪我们又凝 又凝 又凝 又我安宁 离开前一天 送我去上学 在学校门口 我瞧见了他红的眼眶 老家长洪水 他收不到我的消息 急得恨不得游过来 过年时 他火车上没买到票 站一夜也要赶回来看我 不是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吗 那么多次的离别 怎么就换来了这种结果呢 如果他一直都是这束毒鬼模样 我会毫不犹豫地断绝关系 可 他原来那么好 那么好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 我没法释怀 只能将记忆中那个父亲藏一心底 永远怀念 番外周浪天 我是重生的 上一世 我没有拍摄晚卓 12日 主持人许又宁 在家中吞服大量暗面药自杀去世 经警方确认 其生前已确诊微笑抑郁症 12日 演员成青 确认在家中自杀 生前疑似患有焦虑症 12日 演员苏简在家中去世 生前患有厌食症 那年十月 娱乐圈接连三位艺人自杀 网友更是称之黑暗的十月 这一时 我一直在想 怎么能避免 直到那天 看到了狗仔爆料的 零四三天五成的旅游 视频中的他快乐又自由 会去寺庙买木鱼 敲走所有烦恼 会给自己极限旅游 放松身心 会尝遍美食 寻求快乐 一年前 我还在心理医生那里见到了他 我想 他应当是自救成功了 所以 我想拍摄婉卓 给上一世那些自杀的人一次机会 给屏幕前 同样患有抑郁症的网友一次机会 给我无疾而终的暗恋一次机会 我回头看了看 热热闹闹的婉卓2的拍摄现场 还好 大家都在 全文完 喜欢的宝子点赞投币 关注支持一下吧 每天更新好看的全文给你哦